对吧 我们可能现在有一些国际的一些 游地快递公司 可能还能够提供一些口罩 提供一些护目镜 这样一些渠道药物的话是很难的 所以说其实 不光是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平常的 可能自己家里面都要有一些OTC的药物 比如说你的感冒药 你的止咳药 你的自拉肚子的药 这些是最基础的药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防过敏的药 因为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那么这些基础的药 然后有了这些基础的药的基础之上 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那种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那么你再去针对性的背一些药物 比如说我自己有变异性鼻炎 那么我肯定就会带一些 针对性的药物过去 然后但是要特别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你一定是有一个翻译的 如果说你是非OTC的药物 一定有一个翻译成当地语言的 一个说明书 然后的话有医生的处方 完整的病例